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露 朝鲜士兵已经在俄罗斯出现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韩国情报机构指出 朝鲜可能已经派遣了近一万名士兵到俄罗斯 这将对乌克兰战争局势产生影响 接住我们来看看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出口商们正忙着寻找避险的策略 随着川普可能再次上台 并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 许多中国出口商已经开始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 这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 最后我们报道了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 这是两国领导人五年来的首次正式会谈 双方同意加强沟通 妥善出力矛盾 并为彼此的发展助力 这对于中印关系的未来将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近期美国确认有证据显示朝鲜已向俄罗斯派兵 同时韩国情报机构透露 大约3000名朝鲜士兵正在接受训练 准备被部署到乌克兰战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 虽然存在朝鲜军队的迹象 但具体他们在俄罗斯的活动仍需进一步观察 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透露 朝鲜承诺向俄罗斯派遣约1万名士兵 并已向俄罗斯运送大量武器 以补充其日益减少的库存 此外韩国还呼吁朝鲜军队立即撤出俄罗斯 警告可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中央社则关注到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许多中国出口商开始寻求必行 报道指出 如果川普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使得中国出口商面临巨大的压力 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将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 以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 出口商们表示 对于未来的市场环境感到不安 因为高关税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润 和美国消费者的价格 德国之声报道了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首次正式会谈 双方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重申 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妥善处理矛盾与分析 此次会谈标志着中印关系在经历了2020年边境冲突后的恢复 两国最近达成的边境巡逻安排协议显示出双方在外交努力上的进展 尽管过去四年两国领导人未进行正式会谈 但如今的互动可能会促进更多中国对印度的投资 双方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 星岛日报报道 前央视记者瑞承刚在经历了六年半的经济后 终于在YouTube爆发部短片瑞承刚回来了 向公众澄清关于他的种种谣言 他在短片中表示过去的传言包括他是间谍在狱中生亡等 都是假新闻瑞承刚曾以其流利的英语和对国际政要的采访而闻 但因卷入政治风波被判刑 如今他已成为职业投资人重回公众事业 此外其他前央视记者如王志安和柴靖也纷纷在油管上活跃 分享他们对时事的见解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提到 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仅有两周 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塔玛拉哈里斯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接近 哈里斯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市政厅会议 回答选民提问以代替参加第二场总统辩论 这场选举的紧张局势引发了广泛关注 候选人们正积极争取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在关键的战场中 德国之声报道 中印两国近期达成协议 旨在缓解自2020年爆发的边境冲突 尽管这一进展被视为好消息 但平儿指出双方的信任基础依然薄弱 未来军事化的趋势可能会加剧 中印两国不仅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竞争 且在地缘政治上也相互牵制 随着金砖国家峰会的临界 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增强 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仍需谨慎观察 尤其是习近平可能会将精力转向其他冲突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位内地男网民与女友在日系艺术酒店的奇遇 他们入住了一间名为竹下风格的房间 房间的设计包括圆暖石和仿溪水的透明走道 营造出一种自然的氛围 然而女友一开门便被吓到 愤怒地转身离去 令男友感到困惑不已 男网民在小红书上发文询问大家对房间设计的看法 结果众多网友纷纷表示无法理解 称房间的设计奇丑 甚至有人形容房间像是睡在臭水沟边 引发了一场关于艺术审美的讨论 同样来自星岛日报的消息 内地科幻界的重要人物姚海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查 他是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创办人之一 曾因慧眼石珠将三体推向国界 而广受赞誉 姚海军于1966年出生 早年在一春市创办《青云》杂志 后任之于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的科幻世界杂志社 只至中国科幻产业的迅猛发展 姚海军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而他所推动的三体三部取业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销量突破2100万册 在金砖国家峰会上 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五年来的首次会晤 习近平强调 中印两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 应妥处分歧 推动彼此发展 他指出两国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肩负国际责任 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榜样 此次会谈前 中印两国在边境问题上达成共识 双方军队将稍微后撤 以缓解自2020年冲突以来的紧张局势 这次会晤不仅是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也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了贡献 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外交部因朝鲜士兵在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的传门 召见了朝鲜驻德代办 德国方面指出 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 直接威胁到德国及欧洲的安全 若属实将违反国际法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证实有证据表明朝鲜士兵在俄罗斯境内 但具体行动尚不明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压 并透露有情报显示朝鲜军队中有两个单位正在接受训练 可能会派遣至战场 韩国情报部门则称 朝鲜可能已向俄罗斯派遣了3000名士兵 预计到年底总数将达到1万人 星岛日报报道 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川峰会期间会面 双方同意共同维护边境安宁 并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此次会晤是自2020年边境冲突以来的 首次正式会面 显示两国关系逐渐回暖 环境逐渐回暖 起的本质是两个发展中大国的相处 双方应加强沟通合作增进战略呼吸 莫迪则指出 稳定发展的中印关系对两国和地区都至关重要 双方同意通过对话推动关系回稳 并在多边场合加强合作 中央社报道 台湾旅游推荐会在上海举行 吸引了超过80名旅游业者参与 业者们对台湾的运动旅游主题表现出浓厚兴趣 但普遍希望两岸观光能尽快接近 一位从事两岸票务的台商屌制 许多大陆民众对赴台旅游有强烈需求 当目前无法实现 疫情后赴台旅游的咨询逐渐增加 尤其是年轻人对台湾的棒球文化等运动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 业者们期待能够规划相关行程以促进远岸交流 联合早报报道 台湾农业部于10月23日公布了应对中国可能封锁的战时粮食计划 这一消息是在解放军进行为期13小时的围台军演后发布的 农业部的计划包括确保稻米库存至少三个月 并优先复耕番薯大豆和短期蔬菜 此外为了应对渔民在渔民在海上封锁下无法出海的情况 将扩大杂实性水产养殖 根据最新数据台湾的糙米库存可供至少七个月使用 蔬菜全年供应无余 但在野的国民党立委李燕秀 则质疑官方预估过于乐观 指出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仅为30.3% 这使得台湾在战时的粮食安全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星岛日报报道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 于10月22日经过台湾海峡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这是中国在其领土和领海内正常的行为 并重申台湾与中国同属异国的事实 台湾国防部则表示 已经严密掌握辽宁舰的动向 并利用联合勤奸针系统进行警戒 同时解放军在福建平潭海域进行了实弹射击 这些行动被解读为对台湾的威慑 根据日本国防部的统计 辽宁舰在军检期间进行了高达14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 显示出其军事活动的频繁程度 在另一期报道中联合早报指出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专报告中提到 解放军若完全封锁台湾 将依据国际法视同战争行为 这将对国际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他强调 面对中国持续的灰色地带战术和围台军演 台湾必须加强监控和备战 维护海空域的主权 顾立雄还提到 若中国真的进行封锁 将影响全球贸易 国际社会不会坐视不管 此时台湾的国防策略和粮食安全问题 成为了当前的焦点 显示出台海局势的紧张与不确定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堂里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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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